大家好,我是Samantha,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很家庭的事情 亦都可能關大家的事 今天我就決定拍這個Vlog給大家了 在開始之前,我都鼓勵大家先去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的話,記得按LIKE和SHARE給你朋友 最重要是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好了,我們正式開始吧 話說,我幫兒子申請美國護照片 其實是去年年底的事 我們大概是12月20號就幫兒子申請 申請之前,我們都需要預備一大量的資料、文件 才可以去辦公室,正式去辦理 好了,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跟兒子申請先去預約 上網預約的,在移民局預約 看看我們家附近有哪些辦公室去開 還有我們要注意一下他的辦公時間 然後辦理了之後 我們大概那天約了9點多去辦公室 之後就是填寫DS11 大家要上網自己預先填寫DS11的資料 裡面除了要填寫兒子的個人資料之外 都要填寫父母雙方的資料 所以大家要留神 你說有沒有中文方可以填寫 其實是沒有的 如果不懂英文的朋友 或者自己英文不太聰明 都可以上google拍張照 他就幫你全部回來 記得不是屬於自己需要填的資料 就不要填寫了 不然的話就很麻煩了 第二件事就是 就是孩子的身份證 為什麼孩子也有社交安全帳號 是很簡單 就像你孩子一出生 他們都會有一個身份證 而這個社交安全帳號 就是代表他們的身份證 那怎樣申請的呢 其實只要孩子在醫院出生 醫院的姑娘就會幫你問 你想不想我們幫你把孩子的個人資料 填寫完之後 幫你寄去相關的部門 然後他就會寄回我們家 就幫他申請這個社交安全帳號 只要你肯問 或者只要他們肯問你 而你又肯的話 那他們就會幫你申請的 那我們兒子一出生就有了這件事 那記得啦 之前都有說過的 就是說社交安全帳號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見了的話 你父母的資料 他將來的銀行資料 或者所有個人資料 就會很容易被人盜取 所以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那第三件事呢 是嬰兒的出生子 嬰兒一出生 其實他有兩個出生證明的 一個就是醫院合下的出生子 他就會證明他在這間醫院出生 另一個就是美國政府部門的 因為醫院會幫你填寫完所有資料 寄去美國相關的出生的辦公室 他就會幫你處理 他就會再印那張 那張才是正式他的出生子 到時候你要帶那張 去給這個相關部門 去幫你申請美國護照 第四件事就是嬰兒的照片 嬰兒的照片 嬰兒的照片很難拍 在哪裡拍又或者是怎樣拍的呢 因為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的車部 一向我老公是買了AAA的 這個公司很好 幸好他的護照照片 都會幫小朋友拍完的 或者你的驅程也會幫你拍完的 那你說拍嬰兒的照片是否免費的 是因為你是屬於他的會員 那你就要進去Walk in問的 或者你上網預先預約也可以 或者打電話去預約也可以 那嬰兒的照片是怎樣拍的呢 後面背景一定是白色的 例如爸爸坐在前面 那嬰兒就坐在爸爸大腿 那嬰兒就坐在爸爸大腿 那嬰兒就整塊布 我找個示範 他就會這樣套著爸爸 嬰兒呢 嬰兒就坐在前面 那嬰兒就被人套著頭 就會這樣後面 捉著兒子 就拍照了 那麼作為另一半 你就要在前面 可能找些公仔 或者找些其他東西 吸引他 讓他可以看前面 那笑不笑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頭形適合 還有他不會到處看 那這樣東西 到時候會有人教你 最重要是不要穿白色衣服 其實我們交了所有資料之後 他用把赤座度多一次 嬰兒的護照照 但是他都說仍然不合格 因為比例是不對 所以去到那裡 他有房間安排 我們再重新拍過 第五件事 就是父母的美國身份 如果你的情況 好像我和老公一樣 一個就是美國公民 一個就是美國六卡身份 那怎麼辦 那你就要記得 要戴上這個 隱藏規格和護照 以及出世證明 那為什麼呢 例如 孫則可以用隱藏規格 老公是用隱藏規格的 那他都有額外帶了美國護照 其實美國護照都沒有用 因為隱藏規格 他已經有齊在他內裡面的資料 因為他已經住了美國很多年 但是對我來說 就比較困難 因為我在香港出生 而且我剛才教過 很多資料都還未齊存 所以我帶了自己的護照和出生紙 因為有些嬰兒個人資料都有問父母 究竟媽媽和爸爸出生在哪個地點 所以他都要再重複查一下 究竟你是否說謊 因為他要輸入的時候 之後再填寫文件 上面說以上所說的或填寫的東西是否屬實 如果你填的資料是假的話 你將來都要承擔法律的責任 因為你有你的簽名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資料 先用你自己的名字填寫 我有戴護照 因為他要檢查我是否在香港出生 我是否在香港出生 是否在香港出生 我也有護照 給他看看我的樣子 他會叫我穿眼鏡看看 還有我的出生紙 我也要檢查是否在Kaolun出生 第六件事 究竟這個護照是多少錢 好了 我想告訴大家 收取的價錢不同 護照寶是100元 護照卡是15元 相差價錢有什麼分別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如果我開車很喜歡自駕遊 帶兒子去加拿大或墨西哥 這個護照卡就不可以 因為這卡純粹屬於美國自己頒發 不屬於其他國家 所以沒有權負責幫你看護照卡 如果想跟兒子去旅行 例如香港、日本、泰國、澳門 那帳號就最適合你了 100元玩5年也值 有些人會說這麼小玩什麼 就很視乎 這些所有東西都要收額外的行政費用 就是35元 包含寄件 但是你說不是啊 要急件 加多少錢 60元美金 有錢就可以做到 那你說申請要多久時間 大概呢 上網已經說明要10至14個星期 大概10至14個星期 有多久呢 大概是兩個月至三個月左右 那就是說如果你有計劃 意圖帶你小朋友回香港 那你就或者是帶去其他回大陸 回澳門啊 回日本啊 泰國啊 那你就記得要在三四個月之前申請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你出國就很麻煩了 另外呢 就有朋友問我 那他說 可不可以上網就這樣 online申請 其實就不可以的 是的 一定要是親自見面的 我知道很多時候 疫情之後很多人都是online申請的 但是因為申請到護照個人身份的問題 就不可以只是online申請 是要自己下載下來所有文件 然後去到那個辦公室處理的 那你說是不是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那個網站申請 預約不可以打電話 正常就不可以打電話 不過你可以打電話 問一下他的辦公時間 那我今天這一集就分享到這裡了 我都希望大家都喜歡 那希望也都幫到大家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呢 我都歡迎大家在短邊留言 告訴我你的看法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